全球马不准备 四场赛事三班一千 大热是九 好 来 开集的时候 飞凡就不算很快的 前面快的马都很多只 红酒之宝快 在外面还有这只姓不骄 外面第三位就智省财星 内蓝第四副高八斗 中间第五前锋 外面黄帽进占第五 还有街景福星 后面那四只飞凡就橙帽 尾四的 中间夹着十二马 合约精神 六三在尾三被人顶在外面 包装到什么快 转弯的时候 前面红酒之宝就贴栏 在外面智省财星 第三位就是这只姓不骄 内蓝第四副高八斗 接着副高八斗后面 还有内蓝的飞凡 推出去的马就街景福星前锋 好 正终于直路 前面红酒之宝就在斗这只智省财星 看到这只姓不骄在中档上来 外面飞凡也在追 中档位置着副高八斗 大外当合约精神上 最后一百米 对了 圣不骄透出 看到外面飞凡逐步蠡飞上来 外面是飞凡 里面是圣不骄 两匹相当接近 第三名有前锋 和前面的副高八斗相当近 似乎那只飞凡 临门就将初出的胜不骄赶过了 其实飞凡出就慢了 至于第三名的马 前锋的机会似乎高过副高八斗 8号的飞凡 后来回回来 Didi Pha 55 莫雷拉 明年又翻译了 第二名初出 5号升不骄 潘明辉 十号的前锋 考虑第三 第四是九的 副高八斗 飛凡 自省財星又落回多些 彈回55元 起步慢慢 不過幸好有個內蕩 騎下去反應相當好 這隻飛凡 都順利打開勝門 在香港 好 看看第三名張上 前鋒不是跑到第三 第四是虎高八斗 又弄多隻八號碼 馬主又沒有到場 公務犯王 所以都是 蔡汗 庫里馬斯和團隊 拍照 第四場之後 押地取消 留意現場很大雨 來吧 莫雷拉 雖然慢了閘 但都不方不望 因為這三班短途真弱 勝不嬌其實不夠 不過已經差一點 都贏了機會 三選一預計拍彩 勝出組合是A2隔夜半 延滿排23個半 好 巡邏影片 看看三檔的飛凡起步 自己跳一跳 慢了兩個馬位 前面紅酒之寶快得到 隔離位置升不嬌 但他都想拿遮擋 外面那隻自勝才 升上來 貼冷第四隻 庫高八斗 中路前鋒 走外面街景 覆升合約精神 包秘的三隻 十二馬 飛凡和快二 飛凡出閘慢了 不過說不定更好 原來掃落才是最好跑法 雷骨出閘就像上次 莫空跟前一樣 真的要跑才知道 但日本虎高八斗都沒有跑錯 原來咬著黃金包雙位 不過始終升了班 還有一個星期衝出 今天跑下去就沒有預期那麼好 你想想連隻前鋒 今天都不是靠省靠賺 直路都可以過到他 扔出外档 合約精神更加難 沿途幕空三碟 就如這麼差 整個機器都算不錯 出率都頂到尾 只有終點程 選給你講過 分段時間頭段12秒69 第段21秒47 末段22秒39 賽線成時間56秒55